深毒一分钟,你的健康深毒管 丁勇主任医师,激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免科主任 目前医学界对白内障的发病机制也没能搞清 自由基假说算是目前最主流的说法了 自由基就是个强氧化剂 如果精状体里的自由基增多了,把精状体弄浑浊 最后白内障就来了 哪些因素会让自由基增多? 年龄 人体无时无刻不再发生化学反应 自由基也就不断地被制造出来 有个叫抗氧化酶的家族 就像人体的清洁工专门负责清理自由基 随着年龄增加,抗氧化酶家族的活性越来越差 越来越多的自由基没人收拾 数量也就随之增加 这就是老人容易得白内障的深层原因了 紫外线 调查证实太阳辐射强的地方 比如海拔较高的西藏、云南等地 白内障的换病率更高 深属君提醒 外出常戴墨镜不仅可以耍帅 还能遮挡紫外线 保护眼睛哟 不良用眼习惯 手机、电脑、电视和节能灯等电子产品的辐射 也能造成抗氧化酶家族的损伤 增加自由基引来白内障 少玩手机多休息 记得把家里的光线调得柔和点哦 深属是个宝 常看身体好